Hello大家好,我是坚佩 这次影片是第十日记更动的懒人包 如果我之前的影片都有看的话 新的平衡内容也不少 会在第一部分就跟你们讲 首先是Maggie的确切技能数据 其他关于Maggie的技巧或者玩法 会在另外一条影片跟大家说 这边讲他的简介 被动技能拿起散弹没有减速 如果不知道的话 APEX拿起武器后比放下武器跑得更慢 Maggie的被动会取消拿散弹时候的减速 并在打中敌人后短时间显示敌人的位置 这个算是还OK吧 只是取消减速没有加速 加速技能放出一个暴动转头 他在物件下会在他的另外一边碰出火焰 如果站着船赤光有100伤害以下 不过这个不像铝热那样 这QG下重没有持续伤害 冷缺时间22秒 但射速后就开始算了 所以当你技能完结 冷缺已经回了一半 大技放出大炸弹火爆狂球 这个球会向前弹跳 途中放出了阵法 跑过去就会加速 最后捷径敌人会爆炸 弹子造成20伤害 另外一个所有玩家都贯注的是平行步枪还有强弓 平行步枪还有强弓将会从地面战利品消息 唯一活许的方法是用合成器买 或者在敌人的包包里面捡 这两只枪现在定价为30合成材料 我觉得很便宜 玩家应该会更偏向降落有合成器的地点 枪卖出来不带配件 有两排子弹 而且平行每发伤害由19减到18 另外大补在合成器的债钱由20减到15 还有一个PC玩家会贯注的更动是准星制定颜色 下期开始限制在0到255 也就是说不能再用指令把准星改成荧光 然后是排位模式的更动 有打排位的一定要知道 相机开发者把最高的击杀RP提高了 代表杀人越多就更容易拿分 但他们关起来的遗迹觉得这个影响不太好 最后决定把最高RP拿到的分数 由175减到125 也就是最高的人投变5颗 但排位分数有调整 第20到第6没有变更 但由第5名开始 每升一名都有加分 最高第一名有125排位分 结论是每场最高拿到的分数减小 排位模式下期开始更偏重名次 还有这次公布的更动包括以下 三重级的子弹向害 一颗由23减到21 以后不能一枪69了 我不要再用了 另外拿走了三重级的子弹增打 子弹增打是APEX里面狙击枪会有的效果 就是子弹飞越远 会变更大颗 所以更容易打中 现在三重级拿走了这个效果 然后刚公布的低途更动 虽然你们可能不想听 但这很重要 公报点天线的铁蓝 现在可以被子弹穿过 不要在傻傻战里面 以为敌人打不到你 野兽伤害 由30减到20 清除桥血合成材料奖励 由90加到150 野兽AI改善 用伤害作为目标的选择 有两队以上在同一个桥血里面的话 野兽的生成会暂停 桥血外最大的野兽数量 由3减到2 巡逻距离减半 最多三只锁定一位玩家 掉落的东西等级稍微增加 希望下面的更动会让NG 要打风暴点更好过 阿玛士的无人机可以用新的方法 向前丢出无人机自动直线飞行 飞行到物件项会贴上去 便监控镜头 本来的无人机控制还是会有 只要想用的时候按住Q就行 本来有的功能没3 不过无人机的血量 由60减到50 然后是腐蚀的NERF 腐蚀已经被启动的毒罐 可以被敌人打爆 毒罐的血量有150 罐被触发后的息息时间 由12.5秒减到11 被打爆后2秒内 毒气还会在 要等它慢慢消散 下面是枪械配件更动 冲头枪 有电能冲锋枪 加两点伤害的进空头 胆侠大小 由28加到30 被拿走了干扰者配件的撞换者 回到地面战力品池 配件方面有新的配件 动能填装器 可以装在和平使者 还有三种吉祥 装备后在你滑行的时候 自动帮你换弹 还有减低速流所需的时间 追点再次回归 装备在MUSAN P2020 还有RE45 把破甲敌人后的 伤害提高 比上次在游戏里面的 伤害倍率低很多 不会太OP 粉碎盖在这季开始 自动在你要射的时候 就会启动 把弓或者Futifur里的 子弹变成散弹 但如果你开进的话 粉碎盖就不会发动 发动时的伤害 每颗子弹减一点伤害 最后更新日子里面有说 拳头下拨被改走了 但却没有提到Tap Strafe 控制模式试玩的时候 实况主们认为Tap Strafe 变成了只能做 急速度转向 但这没有在 更新日子里面说 是不是代表这个更动 最后没有被放到 第12季的更新呢 其中一个线索 会是这个Timmy的 Tweet还有开发者的回复 Timmy说 不要Nerf Tap Strafe 开发者回应说 试玩者们 做了一个很好的概念测试 希望这代表 Tap Strafe的更动 只是在测试 还没有落实吧 以上是 第12季更动懒人包 这是EA继续赞助 APXB的抽掌 抽掌方法在置顶留言 想要免费支持这个频道的 记得订阅 还有赞好影片 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